两年前历经了大肠癌手术的李登辉前总统 近来不但在全台巡回办校园讲座 还出了两本新书 他说要把握有限时间 分享对台湾前途看法和人生信仰经历 前总统李登辉接受广播专访分享新书内容 他也提到中国独轮车改革 经济维系困难造成台商逃命潮 总统在车里面有车的中国是五轮车 车车就是说他只有经济车 今天很多问题没解说 我说清楚两千年以后 以为台湾就靠中国代表 所以变成台湾的经济完全都移植中国代表来 比今天就是现在正行 十年了而已 大家 这个没头发 这个 贫富的差异 被媒体问到对政府十三项振兴经济政策看法 他只说如果好的话 大家就不用这么烦恼 叹帅直言的阿辉伯还公开交代深厚事 最后 稍稍的 这边叫山 山顶顶顶顶顶顶顶 我台湾应求到底 简单的 不要想到那样的严重 92岁高龄连出两本新书 立谦总统希望把握有限的时间 将人生经历留给后代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谋成真 台湾台北 台湾台北 台湾台北